大家好,今天给大家讲一下 40岁以后主动的少吃这三类食物 你的血管会很健康 40岁以后我们的身体健康水平也在逐渐的下降 心脑血管的毛病也会逐渐的早上门 这个时候我们就应该调养我们的身体 以健康的饮食为主 远离容易堵塞血管的食物 所以就要少吃这三类型的食物 第一类就是高脂肪的食物 年龄的增大 我们的血管会发生病变老化 就应该少吃高脂肪的食物 也就不会让我们肥胖 刚有伤子和胆固虫也就不会升高 也就很少发生血液粘稠血管堵塞的情况 第二方面就是爱喝酒的习惯 有的人在吃高脂肪高盐和高糖的热量的食物的时候 还会有喝酒的行为 这些都容易对人的血管造成刺激 从而会导致血压升高的情况 也会导致我们的血管发生病变 所以一定要以清淡合理的饮食为主 第三类的食物就是高汤的食物 经常向着摄入过多的糖分 同样会让我们人体中转化成脂肪的物质进行堆积 不仅容易肥胖 而且还容易我们的血管发生病变 对人体不健康 关于这个话题你还有没有哪些建议 欢迎评论区留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